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我感觉他在仰我兄弟们 讲道理 话说无知会打小鸭 被小鸭锤的 输得很惨 心里那个苦又说不出来 有人都在说他演 当然了 一边输的话也是一边总结 到底输在哪里 无知会的学习能力 也是很强的 而且针对性很强 我可以一时输你 但是不会永远输给你 他跟老K也一样的 你要真正的去打败他 让他从此站不起来很难 目前还没有人能够做到 老K都做不到 这个直跳 刚好够回来又得打晕的节奏了 好打晕 为了安全一点的 他跳低之后再重拳再抓过来 怕这个大门出来援助 因为大门还在视线范围之内 为什么说这个小鸭 现在他的造神计划 已经要终止掉了呢 因为在这两场当中 我给大家分享的两局当中 无知会是把小鸭打了一个14年 两场场式的比赛 小鸭也是拿了一两分而已 好点个赞记着看 他们一共是打了两场 这两场的话呢 一场是10比1 一场是10比2 也算是给自己报了仇了 他们的名字已经改过来了 我得改过来 没有啊 看错了 不错啊 就是之前小鸭呢 也是打了 我就会一个10比2 现在呢 是10比2打回去 还打了一个10比1 嗯 所以说应该这口气是出了 出了这口二气了 来 八神出了 看大猪 很骚的颜色啊 用钱抓到 听命切房也没用 赚球 取消 然后 小跳落地 抓起来赚球 取消吗 战逼打乱动 好 再赚球 嗯 这一波反扑地也行啊 跑抓的话感觉有点远 好 跳起地 地地 断球取消 赚球 不出来啊 出不来 我却下地感觉有点慢了 这个球还是赚起来了 手术手法不成不错 直接一个能量产生 无敌 抓 嗯 咋你 出不来 投铁是吧 炸死你啊 很厉害啊 好 关注秀秀 我也躲掉